今天講的主題很簡單 菜式的庫存片降價了 他們正式已經寄給我們經銷商的一個價格表 那基本上 菜式的庫存片正是第二次調降 上一次調降是變色片 這個已經改過了 不然以前的 1.6變色它的定價 是在1萬多 現在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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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9800 現在這邊是透明鏡片的部分 就是青銳系列 全面調降 包括蓮花鍍膜、薄金鍍膜跟抗藍光的鍍膜 只要是青銳系列全部都調降 而且等級越高調降的越多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原廠出來的化掉的 本來像最入門的1.56 的蓮花 它的定價本來是 4200現在是3900 這個是調降比較少 差了300塊而已 定價差了300塊 可是我們看 如果是1.74的藍光鍍膜 本來定價是16500 現在是15000 所以定價少了1500 當然 這個是定價 折扣方面就每家店 就有自己的折扣 這個 就不多談 那 之前就有聊過一次有關菜式價格調降的問題 影片就因為被某些店家抗議 所以遭到蔡司總公司的關切 所以影片就下降 那這次我相信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這次應該這個是他們正式的價格表都出來了 所以上面的價格都有做調降 那當然我們一定是跟著定價調 我們就跟著調嘛 然後當然因為折數是不變的嘛 所以相對的價格就是掉下來了 也就是說 其實你看 如果是到1.74或者1.67的 那我那個價差是差了有1000塊以上 所以真的是 差蠻多的 所以想要配菜式的 如果你的禁度數是在那個 庫存範圍內 其實現在的價格 這樣在調降下來是真的是還蠻親民的 就 不會像我們 我小時候有沒有 都有聽過 有沒有小時候 我相信跟我這個年紀差不多大概40歲的人 小時候 都會聽到一個廣告詞 配眼鏡 有沒有就是 在那個以前老三台的時代 只有台式 中式 華式有沒有 我們都看得到菜式會有電視廣告 然後以前去配眼鏡都知道 我菜式是很棒的晶片 可是很貴很貴 那現在菜式自從青銳系列出來之後 我相信菜式在價格上是真的 可以說很親民的 因為你說 像1.56連花這個折扣下來真的是 價格真的是蠻親民的 所以 如果說你想要試試看 德國光學 當然前提是 你又沒有產地迷失 對 就是說 你覺得你想試試看 真的人家菜式的這個光學的一個設計 你可以先從它最入門的試試看 如果最入門的帶起來都很有感 我相信 它的一些什麼個人化 什麼樣的一些在更高階的光學設計 一定會給你有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 就是今天的影片很簡單 就是菜式的庫存青銳系列降價了 而且是全面降價 所以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趁這次的機會 可以試試看菜式 OK 就這樣子 拜拜